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如何审视中国设备安全问题 备受关注 美国之音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1月20日上任之后 撤销或暂缓了前总统川普一系列行政命令 其中冻结了90天的一项 是去年5月1日颁布的有关保障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安全的13920号行政命令 这项行政命令则扯美国政府排查大容量电力系统中的安全风险 监控或者是替换那些采购于不可信任的外国供应商的设备 经过90天的审议之后 美国能源部20日宣布恢复执行13920号行政命令 但决定撤销12月颁发的有关禁用中国电力设施的禁止令 美国能源部在最新发布的一份解释文件中说 这一紧急状态将在今年5月1日到期 撤销禁止令是为了在到期之前创造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 虽然美国关键国防设施对中国电力产品的禁令得以解除 这并不代表那些渴望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 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事实上拜登对川普13920号的行政命令 有关外国对手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威胁的定论维持原判 在许多分析家来看耐人寻味 物流与能源问题专家公共政策智库克莱辛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泰德勒认为 拜登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电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其中既包括骇客网络入侵 也有危险产品可能被安插到电力系统的硬体威胁 拜登政府希望获取公用事业部门以及公众提供的更多意见 然后才有可能推进对外国设备的具体和广泛的禁令 并且强调来自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危险或潜在危险产品 不得进入美国电力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恐怕是像电信公司华为中心那样 完全被阻绝在美国市场之外 如果被认定为不可信任已经装置在美国电力系统的设备和部件 也有可能如同美国电信网络中的华为产品那样被拆解换新 虽然一些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对技术领域供应链安全的关注 印证了美中科技领域脱钩的大趋势 但是在这次电网安全审查决定当中 拜登放中国企业一条生路推翻前任禁令 同时留了一手提醒有关企业谨慎安装美国对手生产的电力技术产品 似乎也预示着两国脱钩会以更循序渐进的方式展开 另外来看特斯拉在中国的风波持续 继之前有女车主在上海车展站在特斯拉车顶维权 中国官媒介入攻击特斯拉之后 中国网络26日流传片段 上海车展的特斯拉展台再度遇到维权事件 现在又传出多辆特斯拉汽车被交警拦截 疑似被广州政府禁止开上高速公路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本月19日一名女驾驶大闹上海车展特斯拉展场 引发后续总统争议 26日又有视频流出一名维权男子手持红色维权横幅 在上海车展特斯拉的展台上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这名维权者秒被制服 在场的安保人员也相当训练有素地 立即拉起黑布黑雨伞围挡 防止在场者手机拍摄 几名安保大汉一同驾起维权者 并将其拉开了展台之外 这名维权者最后被黑布围挡着离开现场 事后特斯拉工作人员说 该名闹事男子并非特斯拉驾驶 抗议内容也与特斯拉无关 没想到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日前有网民在微博po文爆料 声称在广州天河客运站附近高速公路入口处 接连有多达6辆特斯拉被交警拦截 而这样的巧合也引发网民争议 不过广州交警回应说 是根据道路交通管理的工作需要 对交通流量采取临时控流措施 并非针对特定车型 俄罗斯央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出口结算当中 美元占比有记录以来首次是跌破了50% 这是俄罗斯政府为了减少对美国资产的依赖 多年来努力推动去美元化的结果 综合联合早报跟新浪财经报导指出 根据俄罗斯央行昨天公布的数据 俄罗斯跟中国不同于过去在国际贸易上 大量使用美元作为交易 去年第四季度两国的贸易中有超过4分之3 都是以欧元来进行 美元在俄州贸易中占比首次跌破50%至46% 同时在俄罗斯的出口数据当中 欧元的使用比例跃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至36% 至于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美国多次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俄罗斯只得努力寻找可以不受美国举措干预的方式 根据了解俄罗斯央行还大规模减少持有其国际储备中的美国国债 并且增加持有黄金跟欧元 事实上早在去年下旬 BBC中文就曾经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大幅降低了美元的结算比例 在2015年中俄贸易当中90%是用美元结算 但是俄罗斯遭受到西方制裁 以及美中贸易战令两国开始去美元化的努力 到2019年俄中贸易中美元结算的比例下降到了51% 2019年6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中俄双方达成本国货币取代美元的协议 也就是双方绕开美国主导的SWIF机制的另类支付系统 用卢币和人民币完成双方的商业交易 同时中俄两国还激起拉拢一项跟美国不合的中东国家 多家媒体指出 今年3月在美中高层与阿拉斯加进行会晤 却不欢而散之后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中东国家 重点就放在去美元化 并且和伊朗签订在未来25年投资4000亿美元的协议 双方在石油结算以及贸易往来 将使用人民币以及数位人民币以避开美元结算 有分析认为中俄要实现去美元化是必须的 因为只要牵涉到美元的任何电子交易 都要通过美国的银行界 即使美国政府能够冻斜这些交易 好另外全球疫情持续延烧 各国都开始疯抢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 世卫将在未来两周之内 决定是否批准两款中国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 如果获得授权的话 中国研制的两款疫苗 将可以纳入到国际疫苗的分配机制当中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路透报道 世卫助理秘书长西芒表示 世卫将在未来两周先后决定 是否核准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疫苗的紧急授权 根据了解 目前世卫已经核发紧急授权给三款疫苗 包括BNT、AZ以及美国交生疫苗 如果中国疫苗成功获得授权的话 将是非西方国家研发疫苗的首例 不过中国疫苗近来频繁传出安全问题 自由时报报道 香港接种疫苗之后 不幸死亡者已经累计总共24个人 其中有多达20人接种科兴疫苗 因此让不少民众感到人心惶惶 另外来看 在遭受到监管当局的一连串打压之后 蚂蚁集团展开五大整改 外界预估再成为一家金融控股集团 接受更像一家银行的监管之后 蚂蚁集团的估值可能会从之前的3200亿美元 大跌至290亿美元 蚂蚁集团日前与中国人行谈成了五大整改方案 包括断开支付宝与花呗戒备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 纠正在支付链中 迁套信贷业务等等违规行为 打破信息垄断 严格落实征信业管理条例要求 依法持派经营个人征信业务 蚂蚁集团整体身设为金融控股公司 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 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 认真整改违规信贷 保险理财等等金融活动 控制高杠杆以及风险传染 另外还有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 主动压降余额保余额等等 综合媒体引述蓬勃报道 监管部门的强力约束 恐怕会让蚂蚁集团营收成长率 从去年的11月的30% 拉低至10多%的区间 从而拖累盈利前景 蚂蚁集团的估值可能会从先前的 2300、3200亿美元 下降到290亿美元至1150亿美元之间 如果将蚂蚁集团看作传统的银行 即使是如招商银行一样 快速增长的银行 其估值可能也不会超过 4870亿到4920亿美元人民币 他说在不利的情况之下 市场可能会依据MSCI 中国金融指数评估蚂蚁 那么隐含估值大约会落在 1860亿至2450亿美元人民币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崛起 目前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包括美国、欧盟等等不少国家 都认为不应该再让中国 享有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因此推动相关措施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改革 对此WTO官方坦诚 中国是改革世贸的核心 但是也强调各国不应该 只把改革矛头对准中国 否则将会适得其反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发起动议 要求遏制中国的工业补贴 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且可能在未来成为第一 所以世贸组织不应该再让中国 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根据了解 这个动议必须得到WTO 所有164个成员国的一次同意 才可以得以过关 不过对于相关动议 WTO总干事伊伟阿拉 在一次欧盟委员会主持的会议上表示 各国不应该只把改革矛头瞄准 不过对于相关动议 WTO总干事伊伟阿拉 在一次欧盟委员会主持的会议上表示 各国不应该只把改革矛头对准中国 如果让北京觉得自己成为各国针对的目标 改革将会寸步难行 相反的如果能够避免让中国感到自己成为其他大国的针对目标 那么北京可能会更有意愿配合参与国际贸易改革 伊伟阿拉根据以往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指出 如果能够把事实资料摆出来 把这种工业补贴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展示给中方 他们或许会愿意看一看 而他也认为北京应该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政策影响到的不只是那些发出抱怨的富裕发达国家 其实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影响 另外伊伟阿拉也建议 如果让北京看到WTO也在关注其他的补贴行为 而不是只盯着中国的工业补贴 那么他也会更愿意妥协 他举农业补贴为例 每年全国各国的农业补贴 总数额应该在1万亿美元左右 到203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涨到2万亿美元 中方主张遏制农业补贴 而这些补贴行为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 以及较大的新兴国家 给贫穷国家带来不力 他透露世贸组织目前正在与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及金河组织合作进行一项 有关补贴的全面研究调查 从而提供一些客观的事实资料 让中方更进一步了解 好谢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华尔街电视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再会